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紹一款 手機用的握把 這個是 三星公司所推出的 我現在打開看看喔 打開的時候呢 我們有看到 它這個呢 有一支握把本體 然後它用的是水銀電池 還附一個 繩子 那麼 這裡附的是水銀電池 這個 拍照的遙控器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這裡是有一個蓋子 打開 這邊 這裡放電池進去 那它 不要遙控的時候可以裝回去 這個其實是JUST MOBILE 這個公司做的 這裡有寫JM 應該是貼牌給三星的 我們現在把 繩子 勾上去 那這邊有 標準的相機 可以鎖 腳下的 螺絲孔 現在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起來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握把 裝好了 那我們現在 開啟 手機的藍牙 那跟它配對 就可以了 那配對好成功之後呢 那 它原來是閃爍 那 沒有閃爍了 就代表已經連 連上了 那麼 我的手機上面就會出現 我們 以連線的 資訊 這樣就完成了 那現在我們來打開 相機 相機 手機的相機 打開相機 那我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呢 就是 這樣子 然後往上推 好 這樣子就是相機 握把了 那麼 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 這邊是這個樣子 就一樣 那我們 這個呢 我們按的時候呢 就可以拍照 那麼 它的方式就是說 連接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取代這個 圓形的按鍵 我們就把它改到上面的快門鍵上面來了 那假如要錄影也是可以的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要用手動把 這個 相機的 選項改到錄影 那這個 就變成是錄影鍵 我現在來示範 按下去 好 開始錄影了 好 這樣子就有錄影 按一次 那就停止了 很方便 那要注意的是 我們 這個 藍牙的 快門鍵 它支援的是 我們手機裡面 的 音量鍵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 手機的 相機軟體裡面 將 音量鍵設為 拍照模式 那這樣才有幫忙連動 那這個繩子呢 可以讓你穿過 手這邊 那你拿的時候 萬一不小心 這樣子 至少一層保護 不會整個手機就掉了 這個 上去之後呢 我們的 握持感呢 就跟 傳統的相機很接近 那 假如說我要自拍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 裝上我們 一般的 小腳架 調一下之後呢 它就可以 站立 那麼 這時候呢 我只要把這個 遙控器 拿下來 那我可能 那它這個可以 藏在手上 你在按的時候 在相片裡面看不到 你在 你在按這個 快門 就是你這樣 坐著手上 然後這樣子行 這樣就按了 這樣就是拍照 拍照了 這樣子很方便 所以 再 示範 在遠處的時候 你那個距離還可以 蠻遠的 那我現在 執行拍照 而且已經拍了一張了 再按 我又拍了一張 這樣子 按一下 就拍照 一張照片 封明 它好 在外面 那這樣子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